為了要提供郭聖兄的學生小孩 在蘇甲期間有一個健康運動的核心機會 郭聖台軍島協會就特別開辦人的提出 不用幾個台軍島下立領 提出參加和官僚表示 可以不用幾個來後 除了運動的機會也能感受到 大家對台軍島的熱情和堅持 主辦黨委表示 八月車還有一個提出 也歡迎郭聖兄來有興趣的學生小孩 來報名參加 郭聖兄上市産民動作之後就開始熱心運動 不管是學到很久的學生小孩 也就是這次才來參加夏令人的新航館 大家都一直在練習 就連郵聖兄的小朋友也練到很開心 雖然沒有多久就很辛苦 但大家的表情都很快樂 新航館也說 輸到幾天 如果是台軍島可以運動 也學到方式的幾天 對台軍島有一點興趣 然後聽媽媽講 好像有跆拳到夏令人 那就來一下 學一點可以防身這樣 這個運動就是可以訓練身體 然後也可以防衛自己 所以覺得不錯 就是很快樂 而且也可以鍛鍊身體的一個暑假 又是台軍島協會 為了提供台軍島運動 也教育向來的夏令人 今年特別開班 勉育的台軍島夏令人 就讓學員本的學員 在宿舊的期間 不斷等練習 也能夠照顧有需要夏令人 才宿舊的期間有一個活氣 最主要免費就是 因為我知道可能 國性鄉許多有些家裡 環境比較不好 想說這次提供 以我能力可以 我就想要幫助小朋友這樣子 就只要回饋國性鄉這樣子 其中親中分的社會 讓學員 都是同樣過去學生 出到回來 到三天做祖教 其中一位學員是很感恩 年來還在台軍島 除了讓她不賞 還在高中以外 才有機會參加選擇 來成為國手 因為跆拳道 然後我今年選上了 全國青少年的資格賽 然後因此這樣 我上了國立的大理高中體育班 然後這個暑假 我就回來幫教練帶這個營隊 最主要原本選 就讓他們鎮靜就是說 他們以後 或許可以走這當老師 當教練的話 就是讓他們先如何教別人 到時候學習 你從你自己或許有沒有什麼缺點 教別人 之後知道怎麼去改進這樣子 為了可以為郭新鄉 更多的台軍島人材 教練的營事 不用整個開班 一台組兩天的台軍島 剩下而已 八月車也還有一台組 歡迎郭新鄉親 可以推薦出來 讓朋友來參加 記得點選採訪不到